好,大家提想 好,那我们用最虔诚的心 最感恩的心 最亲近的心 我们一起来称念佛号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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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天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南无能言会上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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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然占佛花愿稳 妙占总持不动尊 守那阎王是稀有 小我一劫天倒响 福利生起过华身 愿今德国成宝王 环渡如是横杀中 将此身心奉承擦 士者名为报佛恩 福寝世尊为证明 福浊二世世先路 如意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此取无还 大雄大利大慈悲 西根省处为细或 令我早登无上觉 于十方界作道场 顺若多性可交往 作家挪心无动转 南无常驻十方佛 南无常驻十方法 南无常驻十方身 南无释迦摩尼佛 南无佛顶手嫩言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金刚藏菩萨 好请放掌 好那我们第三卷 从六路十二处十八戒 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七大 这个四科七大 这个是我们上次 讲到这个从 讲到说 云河十八戒本如来藏 妙真如信 佛陀问阿南为什么说 十八戒 这个就是 如来藏 妙真如信 因为我们从 第一卷 七处真心 一直到十番显见 其实都在强调这一颗妙真如信 这个表格上次也有给大家看过 从六 六四 我们说从六根 六根就是生长的 这个我们的 感觉 六根对应六处 但是要有六四辨别 六四就是我们的 这个四就是我们的分辨能力 所以 整个的 十八戒就是两个心法跟色法 色法就是看得到的 地 水 火 风 看得到的 物质 色法 心法是 看不到 一个是精神领域 一个是物质领域 所以 因为心法就是受想 行事 感受 想 想象 行动 分辨 所以这整个合起来 十八戒 其实就是心法跟色法这两个 这个也是讲到五根 眼根 眼根 依照眼视 然后眼视看到的是 色 Lupa 就是繁文Lupa 有颜色的 有 大小方圆 这些有坚硬的 这个我们感受得到 看得到的 所以这个从五根 远五式 远五境 境界 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讲过 跟大家复习一下 然后我们也用了一张图表 这张图表呢 就是讲到说 在这个科技的时代 我们的物质的享受怎么样 越来越好 可是我们的精神领域 有没有越来越丰富 没有 你们都咬口 物质享受 科技文明 让我们很舒服 打个电话 传个Line 像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都不用上班了 你在家里 在家里也可以 这个 线上 线上 虽然都很 很方便了 可是你觉得 我们精神越来越空虚 虽然你有一张床 很舒服 很贵 很柔软 可是 你能不能一夜好眠呢 睡得很好 很多人好像都要靠安眠药了 为什么 因为 就是太紧张了 压力 所以我们对自己跟生命的优先顺序 你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让我们的心智变得简单 不要那么复杂 所以我们跟朋友之间的互动 是在沟通方面的 你的精神领域越宽 表示你的含量 你的修养越深厚 你跟人家讲话就会有深度 不会言语无畏 言语无畏再来就是什么 面目可真 所以 培养气质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对生命的行思 还有我们要改善我们自己生命的内涵 跟生命的本质 所以其实你们如果弄眼睛 多念几遍 甚至抄经 因为大概有十卷 一个礼拜抄一卷 抄着抄着气质就会好起来 智慧也会增长 为什么 因为深入经账 怎么样 智慧如海 所以我们 因为刚刚讲到十八戒 这个六路 六事 六成绩 其实都是我们生命的本质 我们有没有思考生命的目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也不要急着说赶快的就 找答案 这个答案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要自己去把它 发掘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活出什么 活出生命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去 想一下 这个 叫做 当下 现前这一念 你可以了解你为什么会 会住在这个地球上 然后在这一生当中 你的 你 增加了一些什么 减少了什么 你不是为了难过 为了伤心来的 也不是为了责备来的 当然更不是为了痛苦来的 有没有人为了担心来的 没有 但是我们很为怀怒的 台湾话说狗潮怀 还没有来你就有怀怀在等 所以我们不要 这个叫什么 天下本无事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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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太多的 顾忌 我们也不是为了压力来的 我们也不是为了要生气 或者是让别人生气 所以 我们是为了开心来的 我们要尽量的去了解自己 所以不要老是问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难过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不好 为什么没有人缘 因为你问了越多怎么样 你越没有信心 你应该问自己 我为什么这么快乐 我为什么这么幸福 所以 最好是把自己 比如说 当下一念可以照顾好 照顾好念头 这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活在生命的喜悦当中 你 每天你的细胞很快乐 欢欣鼓舞的 你就越来 你的生命的境界就越来越清零 你的智慧就会有所提升 你的智慧就会有所提升 所以我们看这一张图 你多一分生气 就给自己多一分麻烦 上次也给大家讲 为什么会生病 就是你气脑 很会生气的人容易生病 所以我们要长长身心自在 平安吉祥 好 在我们的 经本的第158页 这个 第三卷的经文 阿难如如所明 眼色为原 生以眼事 也就是佛陀问阿难 就像你所明了的 我们的眼根看到我们的色镜 就互相成为因缘 然后产生眼事 所以 因为众生不知道 六四虚妄 就是你看到的不见得是真的 你听到的也怎么样 也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你在起烦恼 譬如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 今天下大雨啦 不要出门啦 你就想对喔 他说下大雨 万一我骑摩托车 骑到一半 下大雨了不方便 不出门了 就你发现到12点 也没下下来 每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 你就受他影响了 整个早上都很好 风格日立的 所以心里面要 要有一个什么准则 既然要出门嘛 下雨也没关系啊 带个雨衣啊 就不受人家影响了 我们真的很容易受人家影响 东西都还没有吃喔 就有人跟你讲 那个厨师 他不会煮菜啦 一定不好吃 他这么一讲 你会不会觉得东西好吃 不会 为什么 先入为主 你已经被他影响 你的那个判断能力呢 你心里第1个 告诉自己说 不好吃 那你告诉自己 不好吃的那个念头 会不会影响你的 你的这个 等于说 你吃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 会的 我们这个叫先入为主的观念 像如果人家 要介绍那个媳妇给你呀 这个女孩子不错 来当你的媳妇应该很适合 旁边有一个人讲哪有 这女孩子爱玩 太活泼了 男朋友交一堆 很花俏 很花俏 你这么一听 本来是俗女啊 那到了另外一个人嘴里 就变太美了 所以 台湾话不是有句话吗 爱人好说人好 爱人卖说人卖 所以 所以 我们真的不能 只是听 或是看 你应该要怎么样 要跟本人见面 然后见面之前 你先把 把所有的那些批评都先忘掉 因为真的六四虚忘 所以我就作业流转 显示及障性 令之相忘性真 逆流 也就是说 因为众生不知道六四虚忘 所以把六四执着是一种实在的我 你就起烦恼了 所以逆流延返 那我们这里讲 这个眼色跟 这个 眼睛对色镜 是因为有了眼视 有了辨别 所以我们底下就要跟大家 讲这个因为 眼睛跟耳朵 他都有他的因缘 才能够看到外境 所以经文里面 讲到 此事为父 因眼 所生 以眼为戒 因色而生 以色为戒 也就是说眼视是从眼根 就像说我们有 有眼根就是我们这个眼球 眼球里面如果没有视觉神经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还要有这个眼视 去辨别 所以我们的眼视 我们的视觉神经看到外面的三额大地 也分别了东西南北 这些都是可以分别的 生罗万象 这些都是可以分别的 所以眼视因为色尘而生 色为能生 眼视为所生 以色为四之戒 也叫色 四戒 也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 被你看到 为什么你会看到它 因为你有眼视有分辨能力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 才会形成我们现在所谓的宇宙 这里讲到九元生世 什么叫九元生世呢 这个是在维世学上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逐九种因缘 去逐九种因缘你才看得到的东西 空 明 跟静 作义分别一 懒 静 一 根本一跟种子 第1个空源 空就是空间 如果说今天那个PPT它就在你面前 离你很近 你看得到 指吗 看不到 所以一定要有空间 要保持距离 这个叫空源 好 那明 明就是光明 今天我们如果都暗了 这里面没有灯光 那你看得到东西吗 也看不到 所以第2个因缘就是 光明的因缘 要不然你看不到 第3叫根 根源呢 也就是眼根啊 你要有眼球啊 眼珠啊 我们说眼黑眼白 你一定要有这个根 眼根 你才看得到啊 第4呢 静 环境的静 静就是一种境界啦 我们眼根 对着 这个 眼视 然后你要有一个静让你看 所以叫静缘 静界的因缘 第5个叫 作意 作意是什么呢 有没有一句成语叫视而不见 有 你明明 眼睛睁大了 可是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因为不作意 不在意 不在意 心不在焉 所以你就看不到 我有一次喔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看到最后100有个学生喔 眼睛真的大大 我心里就想 哇这个学生怎么这么认真 好像都没有眨眼 走进去一看怎么样 他戴了一个眼罩喔 那个眼罩上面画了两颗 大眼睛 原来他已经睡着了喔 所以难怪 我难怪眼睛都不动了 我就问他我的同学 你很有创意啊 老师整节课都以为你 眼睛都没有休息啊 他自己也 不好意思 他说 他 很累啦 所以就 因为他家里面 晚上睡觉他就待着 他说有一次 把他妈妈吓到了 他妈妈看到 怎么一个人睡着了 他两个眼睛真的大大的 好作意 所以 你有注意到你就不会视而不见 有注意到你就不会听而不闻 记得有一次啊 有 有一个先生他来参加我们的 长期 七天 回去以后 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本来是 就是很没有耐性 有时候他太太跟他说你 等一下啦 我换个义务什么 他先生就一直赶 一直赶 然后煮菜呢 他先生也是太咸了 太淡了 总而言之就是 脾气很急躁 长期回去以后 也不念了 然后个性也比较温和一点 他太太就 就问跟他先生 一起来参加的 说 那我先生怎么七天以后就改头换面了 那个 那个他的同学就说 因为师父叫我们要 听而不闻 视而不见 所以 你先生现在 不管你怎么念 不管你怎么样 他就是 听而不闻 你慢吞吞的也好 你那个 很急躁也好 他也视而不见了 所以 修身养性 所以这个作意也很重要的 注意力 分别一指的就是 依照这个六四分别外境 你要分别 我今天看的这个PPT上面有什么字 不是我注意说我前面有个PPT 你要知道PPT里面的内容 这就分别 这要分别一 染境一 染就是烦恼 静就是清静 这个染境 指的就是我们的第七四 第七四就是因为前五四啊 透过第六四的分别 然后来 这个 我们一样看 看 一件事情 有的人很欢喜 今天 中午吃了便当 哇 好好吃喔 生欢喜心 清静 有的人呢 他就生烦恼心 为什么烦恼心 嗯 里面都没有我爱吃的菜 今天这个便当太少了 我吃不够 对 那这个主办单位也太小气了 便当都那么小 我等一下 下课我还要自己还要再吃点心 他就烦恼了 所以你看一样东西 有的人很欢喜啊 感谢做便当的人 感谢包便当的义工 我们 还能够有热腾腾的汤 还有这么可口的便当 心满意足 充满了感恩心 所以他就有清静心 那如果闲东闲西的 因为平常就已经是这个习惯的人 分量不够啊 怎么饭太硬啊 汤太浓太咸啊 结果他那一餐吃得高不高兴 不高兴 也拍小话 因为他充满了烦恼挑递 所以这个叫懒 敬意 再来根本意 根本意指的就是第八识 第八识呢是所有前面六识的 七识的一个根本 还有种子 你一定要有一个种子 生线形 所以这个 这九个因缘 一个也不可 一个也缺不了 所以我们说眼是九元生 如果你 少一个元 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东西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因缘 因缘 有因有缘 因缘果报 因是主要条件 缘是客观的条件 这个主观跟客观加起来 才会产生结果 所以耳饰 耳饰就八种缘了 耳饰的八种缘就是去掉什么 去掉这个名 在黑暗中 人家讲话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眼跟没有光明看不到 可是耳朵呢 耳朵没有光明也听得到啊 所以就去掉这个名就是八个音缘 八种缘 就听得到了 那鼻子呢 鼻子 鼻子圆 香 所以鼻子去掉两个音缘 哪两个呢 我们鼻子闻东西 需不需要光明 不需要 黑暗也闻得到香味啊 还有需不需要距离 也不需要距离 所以只要七个音缘就可以 那舌头呢 舌头长味道啊所以 这个光明跟空间也不需要啊 舌头也是只要七个音缘就可以了 所以呢 每一个视啊 不管眼视耳视 鼻视 舌视 眼耳鼻视耳声跟这些 你一定要有要有音缘 才会产生作用 所以 舌头 舌头也是不需要光明跟空间 所以舌头 七种音缘 那身体呢 身体这个触觉 这个身体的一样也是 不需要光明跟空间 反正你坐下来就坐下来了 黑暗 暗里面 你也是可以坐的 所以这个触觉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有一个 小沙咪 他的师傅跟他说 他年纪大了 要往生了 可是呢 小沙咪年纪还小 他就说 你将来长大呀 要做住持 你记得你要找一根蜡烛 这根蜡烛呢是 没有影子的蜡烛 小沙咪就把这个话听进去了 那十年后啊 他也长大了 长大了信徒就说 那你现在是法师啦 你要赶快 身坐当住持 小沙咪这个法师说 我师父告诉我要找一根 点起来没有 没有影子的蜡烛 我从去年就开始找 我们寺庙里面所有的蜡烛 我点一根就有 影子啊 蜡烛都有影子吗 寺庙里面的蜡烛都点过了 没找到那一根蜡烛 我还到外面呢 我们那个山门外面 在卖这个乡竹的 店 我也买了 可是我也找不到 他心里面就有点烦躁 找不到那一根蜡烛就不能当住持 这个人有心病就会怎么样 就会生病 有一天呢 半夜起来 半夜起来呢 很暗 他要去 找这个 找药来吃 结果他 看不到 差一点被椅子扳倒 他就停一下 停一下呢 他慢慢发觉 他好像有点看得到东西 看得到东西他就慢慢的就摸到抽屉 要把那个药拿出来 他拉开抽屉的时候 他忽然灵光一闪 他找到那一根蜡烛 没有影子的蜡烛 在哪里呀 点一根没有影子的蜡烛 就是什么 星光 我们内心的光明 内心的光明需不需要 食指的蜡烛来帮你裹 对 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明 所以大师说 拥有的层面有限 享有的乐趣无穷 我们一直在追求外在 物质的享受 这个叫拥有 拥有会不会失去呀 会呀 你说你年轻貌眉 到了五六十岁你还年轻貌眉吗 但是有的人年纪越大怎么样 越有气质 大家都喜欢亲近他 那他也不尝试 而且他的智慧 他的教养 他的经验 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不会 因为那个是什么 拿不走的 所以我们说享有的乐趣 享有不一定要拥有 那这个就是一种星光 因为点蜡烛会点完啦 可是你找到内心的光明 永远怎么样 不会活在黑暗里面 好 所以 这是一个表 从掩饰的九元 到耳饰 耳饰不需要光明 所以就八元 然后鼻子呢 七种因缘 少了空跟明 舌头也是七种因缘 身饰 触觉也是七个因缘 少掉得了 意识 意识就 少更多了 不用不需要距离 不需要光明 也不需要第六识跟第七识 因为所以第六识只有五种因缘就可以了 那莫纳是第七识更少了 莫纳是只要坐远 坐意 坐意跟第八还有种子 因为莫纳是也看不到我们的执着 莫纳是第七识 第八识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很重要 他一定要有种子 要有因 你才有阿赖也是 阿赖也是要坐意 要境界 要有一个根 所以叫 根成静 所以这个叫 这个就是我们的 八识 需要的因缘 九种因缘 好像 我们前一阵子 7月7号 7月现在大家都在忙的七识 台湾话叫做 七牛妈生 这叫奇巧节 那其实七识 我们应该叫做七习 要习什么 要习父母 珍惜父母 因为父母养育之恩 还要怎么 珍惜 这个夫妻 因为跟你怎么样 夫妻本事同命了 大献来时各自卑 常常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希望同年同月同日 抖掉 这样好不好 不太好 小孩子怎么办 所以 扶持就好了 互相的 和谐扶持 那也要珍惜兄弟姐妹 应叫一乃同胞之情 还有珍惜什么 珍惜同学朋友 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知己 你的知音 相知相遇 那珍惜帮助过你的人 因为滴水之恩 永全以报 像浦门市 台北浦门市 常常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会看到 楼上楼下上班的人 都拿着便当盒 来装便当 我们那个煮饭菜的世界 就跟法师抗议 都不知道要煮多才才购 他们也没来登记 想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不够 他们装便 有时候呢 有太多了 剩下的 很不好处理 那师傅知道了 那师傅知道了 以后师傅就说 他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啊 因为 物质很缺乏 有一次 他当这个 杂志的主编编好了 要拿去给发行人看 也是一个法师的这个 寺院里面 也碰到中午了 师傅说 今天 应该有饭吃吧 应该可以吃饱吧 因为刚好他们在做法会 师傅就进了 灾堂 果然看到住址 在招呼一些功德主 很丰富 饭菜很丰富 那师傅就想 我是一个主编 那我应该 有一席之位吧 有我的座位吧 想不到那位发行人就跟他说 你到厨房去 师傅想 厨房或许 东西更多 他就真的进了厨房 他都还来不及说 就是发行人叫我进来厨房吃 厨房也是很忙 出去出去 闲杂能的不要进来 那天下大雨 师傅空着肚子 就这样子 一边淋着鱼 一边饿着肚子 你们想象那个滋味好不好收 说好收 所以师傅就告诉自己 哪一天有能力了 他就 要让大家吃饱 所以为什么叫补门式 就是补门大开 所以他就跟那师傅讲 没关系啦 有多少我们就怎么样 给多少 不够了我们就撒咪嘛 面 做干面也很快 人家要来 人家要来我们这边吃树灾 树食 也是度他 至少他少杀生嘛 所以浦门式是这样来的 但我们听了也很感慨 师傅那个时代 真的能够吃一碗饱饭不容易 所以叫滴水之恩 用全以报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滴水房 你们就知道了 我们所有的 山上活光山的所有的 吃的地方 都叫滴水房 就是食物上的要我们怎么样 滴水之恩 永全以报 不能忘恩 所以 要珍惜 要爱惜那些看不惯你的人 为什么 他都看不惯你的你还要对他好 感谢他为难你 你记得韩信吗 韩信有没有跨下之路 有 就是因为跨下之路了 他 才怎么样 后来就会成为一个 一个很有名的将军 当然 跨下之路之后还有什么 还有嫖母一恩 有一个 也是在韩信住的地方的一个 老婆婆 每次都会把 就是拿饭给他吃 因为他知道韩信很穷 当然他成功了以后 感恩所有 遇见人生短暂 在这个当中你的这个缘 所以 你看 今天能够坐你隔壁 今天可以跟你同在这一个 这个华宝讲堂 就是什么 有缘嘛 500年前都约好了 所以这七个缘分 这叫七戏 就是七个珍惜 那我这个图片 这是日本人过七戏 他们会把那个 那个祝福的画 挂在这个竹子的叶片上 大人小孩都有 所以每到七戏他们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也就是 祈福嘛 所以都这样写着 你的愿望写下来 他也是一种力量 祝福的力量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说 他怎么好像很多事情 许愿了之后 都没有成 我说你许了愿 你后来有没有再继续 他说没有 许过就忘了 我说那你许过就忘了 就有愿无力 你知道吗 你许了 可是你后面有没有 后继无力 你要天天告诉自己 我要美丽 我要健康 我要幸福 你要天天告诉自己 这个力量才会出来 难怪 这一样的道理 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 要常告诉自己 我要健康 我要幸福 我要苗条 我要做美女 你要告诉自己 不断的跟你的第八意思 这个里面有一个 这个 心想事成的一个过程 天天想 当然不要想不好 要想好的 所以我们讲到十八戒 从六事六成 这个掩饰 这个色胜向位处法 这个叫六成镜 这个六成镜它的功能 你看从见 看到东西的见 听见吻 然后嗅觉 长百味 舌头长百味 然后身体要有什么 有所感觉 意识就是一种知 所以这个整个的 十八戒的一个表格 那如果我们用 六根六成六四 这也是在讲十八戒 所以 你看前面的眼耳鼻舌生意说 我们的感官 感觉器官 感觉器官怎么样 遇到了环境 环境 色身香味处法 这个环境是由外到内 要我们要心 随静转 还是静随心转 如果你的心随着境界转 就是你的心拿去给别人做主 那境界由心转 就是三界为心 你的心 要去转境界 所以从 看到东西的功能 听到的功德 然后尝到味道的功能 品味 感觉 触觉 到思维 第六意识就是思维 这些行为动作 所以金刚经讲 一切有为 如梦幻泡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我们的 感觉 我们的听觉 我们的嗅觉 在你健康的时候都很灵敏 生病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 就不太灵敏 生病就模模糊糊了 那是普通人 修行人就不一样 在这个 佛经里面讲有一个比丘 他叫幽泼仙纳比丘 他在王摄成 这个 树林中 他在那边坐禅的时候 有一条很大的一只 是毒舌就咬了这个尊者 那这个幽泼仙纳 幽泼仙纳比丘就跟瑟利佛讲 刚刚 毒舌咬了我 我已经中毒了 你把我抬出这个树林外面 瑟利佛听到这个叫唤 赶快到幽泼仙纳做的地方 可是他说 你 你的面貌祥和 你的气色很安详 你一点都不像中毒的样子 你们知道中毒的人会怎么样 眼色苍白 呼吸急促 神情很慌张 可是都没有 你完全没有痛苦的表情 这个幽泼仙纳比丘就讲 他说如果我认为我的六根 是我拥有的 我的身体被咬伤了 我遇到了六境 所以这个毒 在我的身体的血液里面 然后我所拥有的五蕴 色受想行事 都是我所拥有的 这个时候我就会痛苦 因为 毒什么时候布满了全身 我没有呼吸了 我 我 就是 我快要 快要走掉了 如果什么都是我的六境也是我的六根也是我的五蕴也是我的 那 我就没办法 这么 怎么样 这么安详 这么镇定 就是因为六根也不是我的 五蕴也不是我的 六四也不是我的 我不在大门之中 所以我断除了一切烦恼 就像那个已经断了根的 多罗素一样 我不受各种 生存境界的这种 牵挂 所以我可以这样平静 这个色力我就很赞叹了 尊者 尊者你说太对了 因为你已经断绝了 我向 我向 法向 我慢 这些根本的 根本的束缚了 所以身心怎么样 身境就能够 安稳如常 所以你想一般人哪有办法 想到自己都快走了 你还安详 还冷静 可是 我们就是要培养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要善终 善终就是你 要走的时候 身无病痛 心里很清明的 阿弥陀佛要来接我了 我很快乐 很开心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去旧榜球 但是几个人做得到 做不到 修行人可以的 你做到某一个境界就像这位优博仙纳比丘一样 他中毒了 可是 他的心里是怎么样 他的心里已经跳出了这个射身之外 他不会痛 因为 毒蛇咬得到他的身 咬得到他的心吗 咬不到 所以 这个时候就是射法跟心法要分开了 你不足着 十二处 不执着六界 不执着五蕴 这波乐心里不是讲吗 五蕴 皆空 才能 度 一切苦恶 所以我们为什么痛苦 怜悯 烦恼很多 我们无韵不空 我们还在无怨里面的 这是我有的 这是我要的 这是我的车 我的房子 我的家人 我的 财产 我的金银 财宝 都是你 放不下呀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照见五蕴皆空 就像很多 也不算多了 有些义工师姐 来我们这边 他也非常的精进 早上九点就来了 下午四点才离开 然后就要 就签名 那 有一天他发觉 他就跟那个 一个法师说 我明明星期天有来的 可是 我怎么没有签名呢 那一栏是空的 那那个法师说 是你忘了签了吗 他就说我不会忘 我记忆力很好 我每次离开一定要签 是不是谁把我的名字擦掉了 有没有自寻烦恼 有 其实你做一天做两天做十天做一个月 就算你忘了签就算有人把你擦掉 你的功德在不在 在呀 根本跟在那边有没有签名其实 但是当然他会计较 那个 为什么要计较 因为有点数 有业绩 我们好像有奖励吧 一共做多少几百个小时有什么奖励 我记得是有 这都是外在的不是吗 你做的功德跑不掉 那你那么在乎就怎么样 你说自寻烦恼了 你心里面 你 明天来了你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帮你把名字查掉的那个人 所以啊 为什么金刚宁讲 一切有为华如梦万报 如露亦如电 映坐如事观 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 一切都是虚幻的 我们被无名蒙蔽 做分别心 所以 如果能够像优波仙纳比丘这样子 遇到苦他就不苦 遇到已经快要死亡了他也不害怕 甚至呢 无常就在面前他也怎么样 面色如常 这个就是平常心 所以我们独嫩严肌 我们知道我们的六处六根六成绩 就是超越 超越色法进入心法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要看这个 第四个重点 四颗七大 四颗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从第二卷到第三卷 五蕴 色寿响行事 六路 六路就是六根 十二处 十八界 这个叫四颗 那四颗七大 就是我们生死的根本 因为虚妄没有自信 虚妄就是假的 往常要认假为真 有没有 捕风捉银 没那没一只 它有点对待 移民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 到最后怎么会 会怎么样 会弄假成真 我觉得成语也很有意思 因为怀疑到后来就变真了 要不然也辜负你的怀疑 所以贪真吃慢 以六大根本环绕 第六个就是 疑心病 有疑心病的人很痛苦 草木皆兵 所以他也是虚妄 所以佛陀讲 这个四颗 这四个 这四个呢 也是归入到如来藏里面的 我们六根要清静 六根 六路 六臣 共十八界 你要一起放下 所以这个就是 你放不下 你就自寻烦恼 放下了你就怎么样 你就进入涅槃极境了 所以 讲到生死根本 跟菩提涅槃 这两个根本 关键在什么地方 就是在这个四颗 七大里面 那七大在楞严经里面从我们一般是地水火风 可是楞严经讲的顺序就是 地大火大 水大 它是地火水风 空大 健大 事 意识的是 事大 那这七个其实呢也是归 整个的归到色法跟心法 两个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精神层面 一个是物质层面 我们把心法 我们把心法 从心法来讲 叫合色 开心 站在物质的层面来讲 因为众生被物质迷惑比较多 叫合心开色 用心法来看物质世界 所以把色法跟心法都展开来 就叫做心跟色聚开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一颗 第一颗讲的就是五蕴 六蕴 那第二颗呢 就是讲六蕴 六蕴就是六根 再来就是客观的六层净 十二处 所以第三颗就是十二处 那十二处呢就是包括六蕴加六层 这个我们 前面都讲过了 第四颗就是十八阶 这叫三格六 三六一十八 这个戒 戒有戒定的意思 戒 你看我们讲世界 讲境界 因为所有的法 都由这里产生 都讲十八戒 所以心法是我们众生每一个人的主观认识 那色法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个物质 物质界对象 就是我们看到的三额大地 宇宙万象 那我们常常 在心法上 执着了 从色法去认识 产生迷惑 产生误解 产生怎么样 错误的认知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只有怎么样 突破这个障碍 把握自己的心法 就是你要主宰自己的心念 不要被世间所有的 这种 万事万物 缠绕 格格里 像我刚刚举的那些例子 名字被插掉就被插掉 也没有关系 就算下雨了 我觉得要去听经文法 我就出门了 动影响 人家说你不认真不用工 也没关系 你自己觉得对得起自己的心 就好了 所以你 你主宰你的心 你就是一个觉悟的状态 你是个高层次 那你的心被人家主宰了 人家说你这辈子不会成功了 放流斑的 我们小时候就是放流斑跟升学斑 我也在放流斑这一半 我现在看我们那些升学斑的同学 一个个 我真的苦恼满面 他们都跟我讲 早知道出家这么好 你怎么 也不来度我出家 出家还可以出国留学 还可以拿博士 他可以当大学教授 好像小说的情节 说对 我也觉得是小说的情节 可是 就因为我们的心做自己的主宰 我可以 我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 自信不是知道 自信 信心 老师要告诉自己我可以 不要练到我说我不行啦 我不会啦 我不知道啦 那你就真的不行啦 不会了不知道我 因为心想事成 所以一定要给自己 的心法 你要给他打什么 要打强心针 所以觉悟的 我们每天都在朝觉悟的方向 你朝觉悟的方向你就进入了解脱的过程 所以是迷跟悟的这个根本 迷就是在什么 你在向上执着啊 你每天打开你的存折 今天又进账几个灵 很开心 哪一天 你的存折怎么 都没啦 突然间 你所有的存款不见 你跑去银行 我怎么 几百万都没有啦 一堆人挤在门口 平常说 他就没有啦 就没有啦 一堆人 有几十万有的几百万有的几千万 当然这个不是发生在台湾 某一个那个 一个城镇 很多人出门 一夜之间都没有 拿不回来 你要生气吗 拿不到就拿不到 你说 你要去结束生命吗 那也很傻 你只有看开了 这辈子就算借他用好了 下辈子当然要加倍还我 一本万里 但是多少人看得开啊 辛辛苦苦的 存了那一笔钱 突然间 说没有就没有了 有的是 被儿女 怎么样 偷领出去了 拿了你的存折跟印章 把你的存款都领走了 然后 蜘蛛金金人相当 罵也 打也 于事无佛 所以只要怎么样 散开啦 你看不开只有怎么样 生病 烦恼忧愁 也是把一条命给 弄没有了 所以 那颜经啊告诉我们 我们对物质方面地 地水火风空 它不是精神的 也不是物质的 它不是色法 也不是心法 所以在我们的白法 明门论里面讲 把这个空 归纳为 心不相应形法 什么时候有机会跟你们讲到 我一世就会讲 心不相应形法 所以这个空呢 实际上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 地水火风空事 讲到事的时候 就会讲到精神层面 所以那颜经在这个六大 老地 地火水 风空大 再加一个事 事就是根 我们的根 根是能力 为什么叫根 因为根有生长 根会发展 所以我们常讲这个人怎么样 有没有善根 这个人是 虐根还是利根 利根就是 比较聪明 利根气 虐根就是比较 这个 我们说比较 没有那么 智慧那么高 但是慢慢修还是可以的 见 看见的见 见就是认知的能力 所以在楞严经里面 根据这个修行的方法 就讲到观世音菩萨 跟 元通修行的特色 那大事 50寸的不够 60寸的不够 到最后要100寸的 到最后要变家庭电影院 这样子就没有 督色六根 那静念相续就是清静的念头要继续下去 所以楞严经它本来的就是 以这个根大 作为基础的 要见性 就是我们讲明心见性 所以我们眼睛看一切东西 的时候 不是看那个明还是看暗 我们要看到什么 看到心法里面去 我们要不受到光线 空间的什么 影响 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这个见性 所以刚刚不是讲吗 找到那一根 没有蜡烛的影响 就是星光 你内心的光明 然后你不要阻塞了 很多人为什么会得心脏病要去装指甲 是不是血管阻塞 堵住了 堵住了就会得心脏病 有的人堵住了就怎么样 走掉了 就像那个脑中方的 脑血管堵住了 那心脏病就是什么 也是血管堵住 有时候人家让你生气 你气到怎么样 气到没办法呼吸 气就堵了 堵了就怎么样 也是走 所以要通 不管什么 我们自己内在的血管 要通 通达 你的人情世故要不要通 要通 所以记得跟大家讲过吧 没来没去全事情 来来去去没事情 你一定要通 通畅 所以我们这个见性的本质就是所谓的 如来藏心 所以 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修行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问题 叫做 舍事用根 舍掉这个分别心 好好善用你的什么 你的利根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思想 因为意识是一种虚妄分别 分别心 你好精进 你好用功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 我一点都不精进 我也不用功 所以阿弥陀佛都没有看到我 这是不是分别心 分别心 这不是用讲的 修行不是挂在嘴边的 所以根 我们说六根门头的根 就是只有第一面 第一个念头 第一个感觉 所以旁边有人说你一句话 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不管人家说什么话 你最好怎么样 没有分别心 你好庄严 点头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老 点头 你白头发怎么那么多 点头 怎么样不起分别心 不管是在称赞你 不管是在诽谤你 还是在挖苦你 你没有太多感觉 因为你的心是什么 你的心自己做主啊 你不是让他来替你做主 所以到了 所以一定要在第一面 你进入第二面 感觉就出来了 分别心就出来了 他过去对我好 或者他过去对我不好 你就会起于分别心 他以前对你不好 现在 不管他怎么赞叹你 你听不下去 你觉得他在怎么样 讽刺你 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你好过 你的分别心就出来了 当他在称赞你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如实销售 你觉得他在挖苦你 所以我们第一面就好 不起分别 那你不起分别呢 你就不会执着 你就不会动心 你就不会有贪真吃慢 你二见就没了 所以记得我们修行就是保持 第一念头 无分别心 观照当下 所以我们修行法门在任严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点 就是 你迷跟悟的对象 场所 在色法跟心法这上面 就包括了世间 不切法 所以 任严经 这里开始要讲到这个四大 四大里面就是 就是七大包括四大 若此事信本无所从 当之了别 见闻觉知圆满赞难 信费从所 兼彼虚空 地随火风 君民七大 信真圆荣 街图来藏走生命 也就是说 这个 九戒圣凡 我们说司法戒 不管是圣人的境界 凡夫的七戒 都是什么 七大 为心 所以在这个七代 不要分别成此 因为凡夫执着第六事 为心 福成根为生 身心合合 直为使我 我们叫外六层内六层 执着实在的话 所以就根层立案 自他风格内外障碍 当你执着就是自己障碍自己 所以这段经文讲 如果这个世心 第七大这个世 本来无从生起 那么了别 见闻 觉知等 原来都是圆满 占尽 都是无从生起的 所以世心 跟虚空 以及地随火风 合在一起 我们叫七大 他们都是圆满 圆满占尽的 都是如来真性 无 本来就没有生灭 所以什么叫世心呢 世心是没有来去 人人都起分别心 所以世心 他是红 黄 蓝 白 黑 你看不到他的像 所以叫本无所从 他无来无去 根本 因为他没有像 这叫如来 所以当你了知 了别 见闻觉知 圆满 赞染 信 非从所 就是从这个世 我们说这个世心的来 无来无去 我们知道见闻觉知 也是无来无去 所以金刚经讲得很清楚 过去心不可得 是无所从去 未来心不可得 无所从来 所以如来讲 诸心皆为非心 世民为心 所以这个心本来就没有来 没有去 有来有去就是有分别 那这个世心 他无来无去 当下就会怎样 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如果当下当然就平心见心 所以见 第六大跟第七大都是无所从来 无所从去 加上地水火风 所以没有生命 因为讲到像 像是一种虚妄 像 像会不会变 会啊 就像那个四川那个变年一样 以下就变了 那只有我们的性 真如实性才是真的 所以我们常常在打妄想 像刚刚你们从一点半做到现在 有的人很专注 这个好像说 那个我们说 皮肤灌顶一样 有的人就 坐着坐着 听着听着就进入什么 进入梦乡了 你说要专注九十分钟 不容易 因为这个不是演戏 也不是相声 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些心法 所以一定会打妄想 只是 你也可以告诉自己 你妄想打了 五分钟 十分钟 还是三分钟 一秒钟 你的智慧如果够的话 你 就是两秒五秒 你就会发觉 我这个练头怎么跑出去了 我刚刚外面下大雨 等一下我三点要回去 应该没有雨了吧 这也是一个妄想 就是分心 所以像吃饭 我们说你想吃饭是一个像 但是他心通的人就会知道 有修行的人那个 富华就把饭送到你面前来 你连煮都不要煮 你一用功就知道 很用功的人修到某一个神通 就有人来护你的法 甚至有的人修到就不会饿了 因为什么 法喜充满 所以我们这一颗心 我们这颗心 你自己最知道了 有一天有个和尚 他跟国王讲 他得了他心通 那这个国王就请那个惠宗国师 来试一下 这个他的他心通 他在和尚 知道国师 这个一国国王的老师 他就礼拜这个博师 国师就问他 你是不是已经得到他心通了 这个时候这个和尚也很谦虚不敢 那你可知道 国师又问了老生 现在在什么地方 那个 他心通的人就讲 和尚你是一国之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跑到 跑到长江去 去看热闹 去看热闹了 他知道他的心回出去了 博师的心回出去了 那博师又问 你知道我现在又在哪里 这个和尚又讲 你是一国之师 你怎么跑到天津的桥上 去看热闹 那博师又在问了 你说我现在在哪 这个时候这个和尚 有他心通的和尚 打不出来了 博师就骂他 你这个野狐精 为什么他看不出来 因为他心 在禅定当中 禅定当中看不出来 不知道 所以他心通在什么地方 你在妄想有这个像 所以他看得到 你如果禅定 就没有像 所以他就看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入定 才不会着魔 不会在向上 怎么样 向上做文章 所以我们从在楞严经的卷一卷论里面讲到 这个一者无始 生死根本 二者无始 菩提涅槃 也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就是修这两个 在菩提上迷失啊 就是生死 在生死上觉悟呢 就是涅槃 所以常常讲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也就是说 说我们现在的众生 为什么有生死 因为攀缘 攀缘心为自信 攀缘心作为真心 其实攀缘心是什么 攀缘心就是我们的死 我们的分别心 以下是想这个 以下子想那个 你的心像什么 我们叫心缘意 像一只猴子一样 你看那个猴子他手上一定要抓一个东西 你很少看到 你很少看到猴子手上空空的 而且他甚至 手上双手都还抓东西 还有他喜欢去什么 去玉米田 去采那个玉米 他很贪心 手上 两只手拿了 他的腋下又要夹一根 等于说他的嘎吱窝里面 还要夹一根玉米 可是他一伸手怎么样 手一伸嘎吱窝的那根玉米就掉了 这个就是 攀缘心 也是我们的望心 望心就是你攀来攀比 攀来攀去到最后一掌口 所以我们这个望心到处去攀缘 攀缘就是用我们的六根 眼耳鼻舌身翼 内六根 外六层 去攀缘舌身香味处法 六根对六层就有一个对象 要去攀 听好听的 吃好吃的 要闻到最香的 所以这些 跟沉静 接触 你跟沉静中间没有一个事去做了别 你就不会攀缘了 所以刚刚我们这讲掉 第一念头 第一个感觉就是没有分别 所以楞严静上面讲了一个 刚刚讲的修行方法 舍死 舍掉这个分别心 用你的什么 用你的根 你的念头 去修 所以大师讲的一句话 感动是最美的世界 不管听什么话 不管看到什么境界 你就是感动 当你感动的时候你就不会起什么 起分别心 起妄念 所以对什么事情 你要放下 这个放下 就是放下你的分别心 不仅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这是对事情的看破 你想我们执着了什么 我们一辈子执着七张纸 没有这 人生没有最后一张纸 都在瞎嘛 我们看哪七张纸 这一张纸 出身证明 这个 如果你没有出身证明的话怎么样 你就不能登记什么 户籍 所以人 而且这个出身证明 有的人 还要专门怎么样 想要到别的国家去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笑话 他想 让这个小孩子有美国的国籍 所以就算好他 他分娩的时间 坐了飞机 想说到了美国 出身就有美国国籍 想不到小孩子 见得在飞机上就怎么样 出身了 他想 这个美国国籍拿不到 旁边跟他讲 你拿不到美国国籍 但是你又赚到了 这个小孩子一辈子坐飞机 不要钱 我是不知道 航空公司有没有这个规定 可是因为他在飞机上面 出身的 或他更开心 那太好了 那 我是他妈妈 那这小孩子坐飞机 不要钱 我是不是跟着他不用钱 你看这个人的什么 攀缘心 那个妄想 到处要占便宜 所以 这个贪念 把我们的智慧都掩盖住了 好我们先讲到这边 那 我们一起来 忏悔花怨 一起合掌 在我们忏悔花怨的时候 请你真正的 闭起眼睛来观想 观想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起 忏悔花怨 往昔所造 有诸恶业 皆有无事贪争吃 重生与异之所生 我今一切皆忏悔 众生无边识愿度 环绕无尽识愿段 我们无量识愿学 活到无上识愿者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慈悲喜舍 验法界 祈福结缘利人天 禅境界分平等者 惨愧感恩大怨心 好祝各位大德 诸大善人如意吉祥 佛说既言不并低利 善有依亲 自主第一步 灭盘一乐 祝大家心想事成 福慧俱增 佛命与佛佛 是否则 编宝队 合仲 佛